今天的《怎样打美国》系列将从一场战役说起 公元前2022年 迦太基军队率先在扎马平原摆下阵势 传奇将领汉尼拔将八十头战乡 置于阵列的最前沿 希望这些巨兽能够冲乱罗马方针 在这之后是身三列很对的迦太基大军 第一列由12000名伊比利亚和高卢雇佣兵构成 第二列是临时征不来的新公民兵和马其顿步兵 人数同样也是12000 第三列则是压箱底的20000精锐 这些人中的不少都是16年前 跟随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远镇意大利的老兵 数量有限的骑兵正常规部署在两亿 罗马大军也很快开进战场 CPR同样以经典的罗马三线阵营敌 第一列青年兵第二列壮年兵 第三列为精锐步兵 每列的人数都是一万人 此外2000罗马骑兵和4000卢米底亚骑兵分列左右一 随着汉尼拔的一声号令 加太基战相不对向罗马军团发起冲击 罗马人初次见到这种上古高科技武器时 曾异常惊恐 但经历了西班牙战役的CPR 早已领悟克制之法 罗马军阵中的数百号手突然吹响号角 另起手机 最后标枪兵趁机制出大量标枪 看似无敌的战相 瞬间乱捉一团 事处乱撞 有的甚至掉头冲击几方骑兵阵营 加太基骑兵本就数量不多 突然遭到战相冲撞 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罗马人自然不会错失良机 立即让两亿骑兵发起冲击 并很轻松的将其逐出老战场 只有少部分战相没有逃跑 而继续奔向罗马方阵 但罗马军中早已预留好通道 战相们依据本能 只会选择没人的空隙奔跑 随着一阵尘土扬起 罗马方阵安然无恙 两亿骑兵实力和战相战术士林 并未令九经战争的汉尼巴失去信心 战相虽未能建功 但只要骑兵能引开对手 他依旧可以运用人数占优的步兵击败罗马人 于是两军位于一线的部队很快交上了手 随后又过渡到二线 机上两九双方都有些支撑不住 随着罗马人开始投入自己的老年兵 汉尼巴也果断令几方王牌登场 只见位于第三线的老兵们 他的雄壮鞋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很快便逆转了局势 迦太基的气势逐渐压过了罗马 而CPI也不会是罗马名将 他准确地识别了混乱中的危险 夏林步兵停止前进 并重新调整了阵型 将一线青年军的战线缩短 变进攻姿态为大终身的防守模式 以争取时间等待骑兵的归来 此时汉尼巴就胜利紧急步之遥 迦太基的士兵们也似乎回忆起了 坎尼会战的辉煌 然而这回胜利女神却弃他们而去 战役的关键时刻 先前追击迦太基骑兵的卢米底亚骑兵 回到战场 并突然从迦太基老兵的侧后发起进攻 他们吼声震天 枪如雨下 纵使汉尼巴有三头六臂 也难以承受这种前后夹击 迦太基人的阵线随之土崩瓦解 最终扎马战役以罗马的大胜高中 CPI上亡2500人的代价 歼灭加大基2万人 俘虏2万人 可以说在这场10世纪的战役中 罗马的同盟西奴米底亚骑兵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而在整个第二次布尼战争中 乃至于罗马的征服始终 类似奴米底亚的同盟国 都是保证战略胜利的关键因素 正因为有了他们 罗马军团才得以纵横四海 而不用担心粮草公英和后勤通道的安全 正因为有了同盟国提供的大量辅助部队 罗马人才得以让自己的战术 适应当地的环境 正因为有了同盟国的配合 这个古代世界的霸主 才得以用统治取代毁灭 将自己的文明传播到整个环地中海地区 后世不少人对罗马的霸业有所误解 经常认为罗马人钟爱征服战争 所以是控制狂 看见好的地方就要抢过来变成自己的领土 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 罗马都偏好同盟关系 而非直接设立行审 同盟战略 才是其成为世界性帝国的必要条件 这种战略本质上 是以罗马为盟主的多边关系体系 在体系内规则通明 每个盟国都可以从别的罗马盟邦身上 看到自己与罗马的合作能得到什么 同时罗马非常重视自己的盟约义务 甚至会不惜维持付出鲜血的代价 比如扎马会战前 CPL就曾在西班牙 以劣势兵力杀退围困小神伊利帕的加泰基人 解救了沉重的盟友 正因为如此 伊比利亚各部落才彻底转投罗马回家 为后续远征加泰基奠定了基础 而凯撒主导的高卢战役的起因 也是由于赫维帝人越过了莱茵河 挤压了住在河流西岸 且与罗马结盟的高卢部落 罗马为了帮助盟友 从而引起了后续的连锁反应 此外同盟体系还是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在同盟体系内的每个参与者 都可以凭借自己为同盟作丑的贡献 而得到相应的回报 是一龙俱龙一损俱损 这也就是为何汉利拔 可以在意大利半岛纵横十数载 前后见面罗马经二十万生理军 但却无法撼动罗马的根基 最后除非是涉及国运的生死之争 列如与加泰基之间的三次大战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罗马都会维护战败者的尊严 只做有限度的惩罚 然后运用同盟体系来同化战败者 所谓胡罗宝加大帮 恩威病死事业 好了 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奇怪 今天的标题不是说 美国的盟国体系吗 怎么扯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去了呢 虽然我是个金罗呀 但这可不是我故意跑题 你把上面的这些标准 一个个的娃娃战后的美国身上套 保证绝对毫无违和感 美国就是咱们这个时代的罗马 它得以支配这个世界 凭借的也是其并步全球的盟国体系 所以翻开现在中国官媒的宣传稿 最经常谴责的就是美国队的盟友分 金书远金 笑话 它当然得分 体系的建立就意味着其中必有规则 当年的罗马就是把盟友圈分成三个层级 最内层自然是拉丁同盟 这些盟邦与罗马人的语言风俗和宗教信仰大体相同 基本上像是一个国家 第二层是意大利同盟 指的是意大利半岛上除拉丁部落之外 其余的同盟城市或同盟国 比如半岛中部的伊特努里亚城邦 和半岛南部的希腊殖民地 他们在文化和血缘上相对第一层要疏远一些 但共享同样的价值观和利益体系 而第三层就是半岛外的盟国 比如前面提到的卢米底亚 以及希腊和小亚西亚族邦 这些国家的质量就有些参吃不起了 但大体上都能遵循罗马的这套规则 而回到当代 虽然没有任何文件可以明确说明 但美国的盟友大体上也能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可以叫做六位一体 继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 这五个昂赛后裔组成的国家 另外再加上个以色列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可以算是不分你我了 这人比较特殊的是以色列 因为其他的国家与美国的地位比较好区分 谁是大哥、谁是小弟 喊一尝着基本上就能知道 但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 谁是谁爸爸这都不一定的 这六位一体的第一层 在人口上仅占世界的6.2% 但GDP上的占比却超过20% 整体军费占比更是超过32% 可以说这一层就是美国的力量源泉 第二层我认为是欧洲民主国家 加东亚的日韩 这里我故意没有说北约 那是因为有些欧洲小国即便单方面宣布总理 但私下也与美国或其他北约国家 保持长期且密切的军事合作 比如没加入北约之前的瑞典和芬兰 当初普京叫嚣着 谁敢入北约我就打谁 但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他再猖狂也明白 这两个国家是他绝对动不了的 实际上自古以来 美欧之间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 就是二者间最重要的对外关系 两次世界大战 美国都就欧洲于水火 可以说这片江山就是沙姆大叔 用鲜血与汗水打下来的 东亚这边日本与韩国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他们都共享一套政治体制和价值观 区别无非是新旧之分罢了 这一层的盟友同样也贡献了相当多的军事与科技能量 但更为重要的影响 还在于其对经济生态权的建设上 去年欧盟国家的GDP总额为18.34万亿美元 排名第二 若加上魏鲁盟的北欧诸国 整个欧洲的GDP与美国相当 两地之间的贸易有相当大的能量 其实就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 也不过就是在美欧贸易之上的扩大化罢了 因此只要大西洋两岸维持和平 两边的经济就不会差到哪去 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天2月公布的 2023年贸易统计数据 在美国的进口对象中 中国17年来首次从榜首跌落 其地位被欧盟所取代 与此同时日韩对中美的贸易关系也发生了逆转 日本对美国出口时隔三年越去最大规模 超过其对中国的出口 韩国的出口则是在去年12月 时隔19年来发生中美逆转 而美日韩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总额 合计更是达到了2万亿美元 份额占世界总量的35% 所以现在西方常说的去风险化 并不是要摧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全球化贸易体系 而是让这个贸易体系 回归到令美国这些盟友获益的规则之下 而在最外层 则是政治风向型的盟友了 在数字上他们参吃不齐 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更是天差地别 这里面只有印度这样的地缘政治新规 也有海湾的那一堆酋长国 更有像菲律宾这种基本没有自卫能力的穷国小国 因此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在国外 对体系质疑最多的就是集中在这一块了 保守的孤立主义者认为 把钱花在这些国家上简直是无底洞 根本收不回任何回报 国外的反对者则把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存在 看作是帝国主义行径 确实若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 第三层完全不如前两层 但它们却是美国全球力量投射的体现 也是地区安全稳定的保证 更是美国掌控这些盟国的筹码 例如美国在中东的七个国家拥有军事基地 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卡塔尔的乌戴德 其拥有超过4500米的跑道 可及向所有类型的美国军机 建有三个钢筋混凝土大型地下机库 每个机库都和罗纳40架战机 入驻此地的第379连队 是美国空军中规模最大 进行最多样的远征连队 拥有包括B1B枪袭兵战役的数百架战机 同时基地内还有耗置6000万美元修建的战型指挥中心 可协调和指挥在周边18个国家活动的 美国或盟国的空中力量 前段时间拦截伊朗导弹的行动 并又设在这里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统一调度 而最为关键的是 美国在这里不仅不用花钱 反而是挣钱的 前几年卡塔尔去到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脑浆 一时间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为此卡过出积极拉拢与欧洲土耳其的关系 更是紧紧的抱住美国的大腿 花62亿美刀购买36架F-15QA战机 为乌戴德基地升级基础设施 换移更多的美军入驻 而就在今年 美卡两国达成协议 将乌戴德空军基地的使用期限再延长10年 截至目前 美国在世界70多个国家 维持了约800个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 与数十个国家保持的军事同盟关系 并在超过150个国家有军事存在 与24万的美军人员常驻世界各地 或许他们的角色各有不同 外界的评价也保贬不一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当某一国发生动荡 或美军打算撤离时 人们某人会不顾危险地 涌向这些美军基地 祈求美国大兵能为之提供庇护 这样的景象 你绝对不会在俄罗斯 中国或伊朗的基地中看到 最近墙内好像朗朗着要打S3赛季 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他们把游戏中的S1S2 比喻成一战二战 那么S3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说共青团这种宣传部门 吹吹牛也就罢了 可很多底神韭菜 也想借此来个咸鱼翻身 我得确认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句 你绝对翻不了 展写不论军事实力的对比 就假设你真的赢得了S3赛季 请问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是行军线还是搞分封 抑或惹是建立朝共国体系2.0呢 中国所谓的金氏之道 历经数千年 已经被证实 只对东亚的某一部分人有效 根本没法扩展到全世界 一点点 必须稍 不李不辈 instance 独播记 词账 讴 论 词